那行,好,那我们开始了 教的天父,感谢你跟我们在一起学习和交流的时间 恳求在这个问题当中,祝你来特别的保守我们 能够去有效的使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也能让我们在不断的练习当中 祝我们的记忆能够去不断的提升 恳求你致富和帮助我们,祷告奉祖名求 阿们 好的,那么 鉴于目前收到一些反馈和情况的话 后面的可能就是说课堂的练习的时间会稍微加多一些 因为这个方面我也能够理解大家 不少大家下午之后都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运到那个代码的练习上 所以我可能在课堂上面会多花时间跟大家一起写些代码 我已经把这个练习的环节已经发到这个群里面了 大家如果打开这个文章之后 应该还看到这个MOSATMC开发环节设置 你就跟着我那个一步一步来就行 第一步的话你要先创建一个用户 在说到之前的话 这个大家有任何一个有限的话 你这个可以随便创 你就让这个流进来就行 比如说 其他地方你就把这些东西搞定就行 就是username你的邮箱 那个confirm email password 它的这个标准没什么特别需要你设置 你自己按照一般的注册流程就可以很快搞定了 就username email然后password你试一下 confirm一下其他的first name last 这个地方你不需要设 因为你不是那个赫尔星级大学的学生 这个大家看他常规的试诺的注册就可以了 当然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再说回来 就是这个moc的话 还有他的那个在线的那个测试项目 他其实也是赫尔星级大学的计算机器的 那个学生的那个nebop project 就他并非是某个那个老师或者某个外部成选稿 他其实也是学生项目后来演变和发展出来 好大家应该弄完之后就上下 这里也不啊 这里应该也也不需要验证什么 我看看需不需要验证 应该是不需要验证 应该是直接可以进去 应该是直接可以进去 他这个设置的那个 还需要confirm一下 你收了之后应该是可以进你的邮箱 会有confirm link 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你点完之后应该 就是你confirm之后就可以落个印了 然后你刚才因为已经那个保存过那个运和密码 你就可以删印了 删印之后的话 他这里就有一坨一坨的东西了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好的 那么大家应该账号都注册好了是吧 账号注册好的话 接下来要开始安装 就是说他这个练习的一些开发环节 因为他这个作业的所有的练习 所以他最早都是以Netbin做衣服而展开 当然他也有那个idea的插件 但是我试用了一下 他那个插件的那个使用方式 不像这个Netbin这么友好 并且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加瓦世界里面 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有很多用户的一个Netbin 所以我想就趁着机会大家提供一下 然后大家需要安装一下 这个Netbin是8.2.se 点这个link进去就可以了 点这个link之后 他这里就会出现这个link 大家千万注意 只要下载se就够了 不需要下载后面一坨特东西 没必要 并且Netbin是他有一个比较丰富的插件系统 如果你之后想装起来插件 比如说加网1m1phpc加加固 都你可以之后自己安装 最开始选最小的95兆币的这个Netbin是8.2就可以了 这个文件比较小 应该大家可以很快就下载完了 下载完之后他的安装也不要紧了 就是怕怕一路回车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的GDP的话 我可能其实应该都没有太大关系 但我建议可能大家选成那个1.8号表和试一下 因为他这个tmc的话 他是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 所以他对那个1.7 1.8的支持相对比较好一下 这里我建议大家 Netbin是8.2的话 你那个GDP你切换成1.8会比较合适一下 11的话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我最早安装的时候其实也是有11 我刚才是把系列造重新来过一遍 这里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一路回车就行了 你最多就是刚开始那个GDP的话 你把它设成那个1.8就可以了 设成11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他就像一下兼容了 他那个代码级别他自己里面练习里面 其实他是按照1.6来设置的 所以你11也是可以编译他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他已经在安装过程当中了 而后的话他的练习的全部 他的那个教程和练习其实都是在这么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叫那个Material 那个Wake1 他总共有6个Wake 他的特点就是那个练习特别多 每一个Wake的话应该有那么三四个三四十个练习 就是基本上你泡在里面 就是从头到尾做到底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把一些最强的东西摸得拱瓜烂熟了 就是你在这反复泡着大量的重复的 并他设置的是比较循序渐进 一般来说每个Wake最后那个稍微有两难 前面都是比较简单 因为他这个是纯粹面向那个Beginness 之所以大家要打开这个页面是因为 他那个XS的话 在这个里面才有说明 比如说Jugleser 他后面的话 我们大家每周X他都会有一些说明 比如说最前面的最简单 就是你要打印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打印两行Hello 这个大家一看的话就知道 还有比如说这个呢 只要打印一棵这么一个树 他后面也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比如说 让你去改动某些变量的名字等等 如果你觉得你一种方式是你可以从前往后做 另外一种方式是你从后往前做 比如说接纳的最后面 他这里有一些这么一个东西 你可以从后往前做也可以 这个大家可以更一样 但我考虑到大家绝大分的情况的话 我还是会从那个从前往后做 好 好了 大家 那边是应该估计 要过来 两分钟会抓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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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顺便再提起来 那边是的那个背景 那边他其实也一个学生项目发起了 后来 因为这个学生项目 被上公司的一个加瓦架构是看中了 所以后来这个学生项目就慢慢的扩展成了 这一个加瓦ID世界里面的三组顶点的一个 也是一个很大的用户阵营的这么一个东西 呃 其实后面如果你用那个讲到一些简单的加瓦图线界面 SWIN或者AWT的话 其实那边是最好的 就是在绘制那个图线界面的话 就是在我用过的Ideal Eclipse和NetPence的话 NetPence它最友好也最方便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些简单的图线界面工具 有时候自己呃 做某些小工具 或者是你想缠线的话 你可以用它的Beats 呃 然后在昨天我在两个对比的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那子Beats它那个响应速度还是明显要快于Ideal Ideal 因为那个做的事情确实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它跑起来稍微有点笨重和缓慢 并且它那个插件支持 不像NetPence那么友好 它一个个做完之后 一个个提交切换效能 那个确实还是稍微反松了一些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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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题外话的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MOC的话 他的那个客户端的插件 还有他的服务器端的代码 他们都是开源的 比如说你的代码 如何怎么提交到服务器上面去 服务器码如何 给把你的代码的那个运行结果返回给你 他怎么知道你得到了多少分等 他这个上面都会有返回给你 他那个服务器端的话 是个预复的一个项目 如果大家这个学习在学 学个照应老师他之前给大家预复 瑞士的话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看看 在跟上面 对这里有他这个项目叫TestMyCode 他分为Client和Server的 然后呢这个上面他就有他的那个 社会当中那个所谓的代码 大家如果想去看看 你那个XS提交上去后 他这里干了些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 他这里都有 然后呢 TestMyCode TMC就是这个说小话 就是整个项目的名字 他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他那个项目 比如说 TMC的辨识的话 就是这个插件的 它的那个原始代码 还有TMC TMC的插件 它们都在这个里面 如果你想进去看看的话 谁都可以进去 他这里面提供了 那个 它的所谓那个原始代 好的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你应该就OK了 他这里其实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他这有些 sample project 提供给他 有各种的 sample project 比如说 比如说 他这里会有 比如说 有些常规的 Java的项目 或者 JavaFX的 Mainwin的 NetBeans的 或者 sample 还有些JavaSwind的 什么都有 比如说 如果想进去的话 你可以随便去看看 比如说你可以去看看 他们有一些 规范的 sample 他都会提供给你的 然后呢 如果你那个切靠下来的话 你的项目就会出现在左边 然后呢 你第一次的他会打开 这么一个东西给你 如果你打开 那边是后的话 打开这玩意之后的话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他下面会干的线索 可能稍微慢一点 比如他这里就会有 那个比较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他这里提供给一些 JavaSwind的一些 一些界面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他的一些 那个图形界面的绘制工具 其实这里拖拖拽拽 是非常方便的 这里各种空间都有 你随便拖拖拽拽 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你拖过来 一个东西 他都是挺方便 这玩意 你随便改改 然后你拖完之后 你在上面加点事件 比如说 你可以加一个 一文字 比如说加个一文字 就是说点的时候 干什么事情 在这里面把那个 事情响应代码填导 你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他这里就是说 基本上我最开始 来KB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 有没有搞过JavaSwind 所以最开始 其实我也是 先搞了几个 那边是那个 三跑项目之后 我去读他的代码 看看他里面的布局 是怎么写的 尝试去理解他 然后的话 他这个拖拽的工具 还有麦里其实都已经非常方便了 就是你基本上 你自己研究过 他几个山谱之后 你慢慢熟练之后 其实也就够了 如果你的目标 只想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而不是想深究他的原理的话 他在这个山谱 其实已经足够了 把很多事情给搞定了 他这里有很多 好了 这个 这个我们就把关掉了 你可以直接close之后 他这个close close的话 你这玩意就消失掉了 好 接下来的话 你要去安装一个插件 所以你要点那个tools plug-ins 如果你点vable的话 那么这里就表明 netpins有多少个插件生态系统 你可以去安装 如果你收那个tmc的话 现在是收不到的 因为他那个插件 需要额外的装一个 那个服务器的那个读取系统 所以你要这里add一个东西 你加一个tmc 然后那个地址是什么 地址我印在那个给你们大家写 地址就是这么玩 大家看到 他其实要去一个x面的去读那些可用的东西 大家在那个add里面 你把tmc加进去 把它给云要加进去 就OK了 加进去之后的话 你很快就会发现 这里就会多了一些东西 你看了 这里就会多出了一个test mycode plugin 然后一步来 你第一步的话 应该是在里add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tm 你名字给其实给随便去 他主要关键是 他要有一个 大家用那个ubuntu的话 apt get 有时候你也会加加些report的url 是吗 其实你加了这个那个report 就表面他那个apt get的话 会朝另外一个仓库里面去拿东西 其实这里也是同理 他那个插件是存在某一个特定的服务器上面 他不是在 那这边是那个统一管理的地方 所以你需要把这玩意加进去之后 才可能把它搞下来 如果你那个tmc玩意加进去的话 他很快就会更新 这个时候 你在上面有个设计里面打tmc的话 他就会出来这么一个test mycode plugin 这么一个东西 你选择之后点印象就可以了 好 大家可以现在到了这一步了 没有的话我稍微放缓一点 一步不难 大家第一步应该是在这个settings里面 你先点开tools 那个plugins 然后在那个settings里面 你需要把tmc的那个 那个仓库地址给加进去 仓库加的话 你就点下面那个add 然后加tmc 然后再把那个东西给加进去 就可以了 这个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netpin 什么想装其他插件的话 也可以随意安装 比如说它上面很多东西 包括java script php 它其实都是以插件方式放在这个里面 包括quotlin 它现在都已经有插件 很正式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安装插件 加5se的话 基本上就是netpin 是一个最低的 最低限度的 可以跑的那个版本 这个时候如果你收tmc的话 它就应该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它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插件 然后你这个时候instal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都没个能力accept就可以了 如果遇到需要肯定的话就肯定了 因为它这是第三方插件 所以是需要你OK的 你弄完之后的话 它应该会提示你要去重启那个netpin 你点finish就可以了 反正这里面绝大分操作 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 你就一步刚才一直点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它什么提示就什么做 这个你按照那个产地推断 就应该可以转去 我就finish了 好这个时候它应该会 netpin 这个时候重启过来 前面我已经说过 因为netpin 它实用是加瓦开发的 但是它其实支持的语言是很多的 包括日本reels 或者php还有c++ 其实你都可以用这个netpin 来开发 接下来的话 大家应该注意 就会进到这个界面 你如果安装了tmc 重启之后 它就会给你看着灯 这个就是最前面 大家输入 你最前的账号 e-mail和usname都可以 我就用了usname 然后你 大家你重启之后应该就好 马上进到这里 让你去log in 那个tmc 这个就是你到时候 你要把代码提到服务器上面 它会给你反馈 登录之后的话 他这个时候去看你干的选一个东西 大家选moc就可以 因为这是大家唯一能选的 其他的话都要求你是喝星际大学 或者封了某些个看名字 你那个飞那个不太清楚的 那些学校的学生 你这里点snack 点完snack之后 他会告诉你 有这么多课程 你可以选择 那么他这两个都是op的加碗 其实第一个就是加碗的那个 非常那个出阶的一些简单的东西 大家可以先从这里起 如果你想搞那个op的话也可以 这个你可以自由 如果你目前那个觉得自己就是不太熟悉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一开始 然后这个一之后的话就可以点ok ok 之后他就会马上问你 这些是不是要把这些练习给下载下来 你把哈斯坦周下载了 你要先把第一周干完之后才能进到第二周 他不敢的一口气把六周全部下载下来 比如说你可以先把第一周的那个二十四个电影全部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project里面就会出现一坨坨的东西 好的 我到这里之后呢我会稍微暂停一下 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确保每个人都这个project里面都可以出来这些他那些东西 我们再继续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就已经把week one的其实是二十五个那个execl全部给搞下来 然后到时候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往里面填代码 本地测试 测试通过之后提一下他服务器 看看你是不是得到他那个通过的打分等等 然后你提一下通过之后你可以看看他的那个参考答案 只有你通过之后才能看到答案 好了大家先确保你先走到这一步 啊 课的话就选那个MOAC 然后选那个2013的那个OOP 你就可以了 对 选第一个 啊 没关系 慢的话这个mebook来吧 这个我会等大家确保大家完成位置 啊 好